哈喽 何乔好 金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爱孙宝典 为什么你们会选这本书来这个带进来台湾 因为现在其实不是很多父母亲的那种带小孩的这个宝典吗 为什么是爱孙 是阿公阿嬷 因为我们有考量到现在的孩子啊 是生的越来越少 以前可能是长孙或者是男孙才叫做金孙 现在不是因为人家现在的孩子生的少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都是金孙 那每一个被对待的方法 可能会跟以前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父母辈跟子女辈的对孙儿的教养上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特地挑这本书是因为 因为日本跟我们的状况越来越相近 其实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为了工作 为了承起家庭 双亲都是都出去工作了 那孩子要嘛就是去拖婴中心 那嘛就是给自己的长辈带 那给拖婴中心还好就是很白纸黑字嘛 就是有什么样的规定配合 然后多少时间给钱 可是跟自己的父母就不太一样了 你可能在跟父母之间的教养会有一些摩擦 然后还有关于涉及到钱的问题 到底给自己的父母带孩子该不该给钱 这就是很多家庭头痛的 那在谈到钱谈到教养的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挑书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就觉得 他对于现在人真的是还蛮有帮助 尤其他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 以前的教养跟现在教养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 其实很多父母亲都是双新家庭 所以他白天的一定要把小孩给保姆 或者是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就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是给这个祖父母带 给祖父母带的这个过程 在很多这个教养的这个观念 以及这个行为上就会有一些冲突 因为这个毕竟老人家跟现代的父母亲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观念的落差 以及这个教养方式的不一样 包括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们这个当我们还是baby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吃东西是不是都是爸爸妈妈缴过之后再给你的 对 一直到现在大家就说不行不行 这样子太不卫生了 对 现在其实卫生的意识抬头 大家已经不会这么做 可是大家有忽略到一点 就是虽然你已经不会咀嚼过以后再喂婴幼儿 可是你很容易会用自己的餐具来去喂婴幼儿 方便 对 可是实际上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蛀牙菌是会传染的 即便你没有蛀牙 你的口腔内也存在其他的细菌 所以即便你用过这些餐具因为方便 然后这样直接喂给宝宝 其实这样是不OK的 会导致他注意 就是我们口腔的细菌 可能在我们这个口腔里 它并不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大人或许抵抗力比较强 可是那婴儿他们这个可能刚在发展 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 所以这些细菌呢 可能就会造成他们一些影响 所以就是不能够用我们吃过的餐具 直接在喂小朋友 好那其实这本书的这个作家呢 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宫田蒸剂子 他在日本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家庭諮商师 对他大概从1979年就开始 一直在一些杂志啊 担任一些电话的諮商 然后他这个整个諮商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20年 他受理的一些諮商案件 也超过了两万件 他除了是横跨家庭以外 他还包括到医疗心理跟教育类 所以他其实在日本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教育諮商师 家里不管你是亲子关系 还是像我们这本书里面 祖孙的关系 或者是夫妻关系 他都有在諮商 那这本书就是他特地把 祖父母跟父母之间 对于孩子的教养 把他浓缩集结成书 好 接下来何想把这本书的 这个章节架构 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在第一章的部分呢 其实他主要是 我们就是从小朋友开始 我想说一个妈妈开始孕育 由小朋友开始 比方说第一章 你已经知道自己 要当阿公阿嬷了 那在你知道 你是要当阿公阿嬷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事 比方说他这里就会 有一些就会想到说 我以前带我孩子的经验 那用在孙子上 OK吗 其实我们的长辈 他们活了这么久 然后带的孩子 一定比我们这一辈的多 其实他就是一本活字典 所以方法一定是有用 可是会有一些观念 或者是因为医学的进步 有所不同 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关于喂食 对 喂食这件事情 可能会大家已经有 这个观念不要阻绝 可是可能还难免脱不了 就是用自己的餐具喂宝宝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以前最常说的 就是什么 一人吃两人补之类的啊 对 那是因为以前的 经济没那么好 食物的 食物比较匮乏 所以你当然孕妇要多吃 就强迫要多吃 对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已经实现 其实是那种 营养过剩的状态了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吃的均衡就可以了 就正常饮食就好 不需要刻意的吃多这样子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 比较特别是 很多的妈妈们 在怀孕的时候啊 就会想说 自己的孩子到时候 生出来的时候 是应该要往 投影中心送 还是给祖父母送 那当然如果祖父母 要带小孩他自己可能需要衡量 一些状况 比方说包括经济 包括体力 因为我相信成为祖父母人 你的年纪可能都已经 有50以上之类的 那你在带孩子的时候 你肯定衡量一下 你的体力 是不是你可以 像你年纪一样 就是这样 24小时的带 然后你的经济 是不是允许说 你完全都付出在 这个孙子身上 这些在书里面 都有提到 因为其实这个 刚刚就 何佳就有讲到说 这个啊 你把自己的小孩 给你的爸妈带 那到底要不要给他钱 那其实很多这个 比较宠孙子孙女的 这个阿公阿嬷 他们也许不拿钱 甚至还每个月 还会多拿很多钱 去给这个父母亲 去照顾孙子孙女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要衡量 你的经济状况 你能够付出多少 然后付出有没有极限 而不是无限制的 一个提供这样子 而且其实啊 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 一项调查还没有去的 很多的祖父母 跳下来照顾孙子 其实并不是说 他们真的多疼爱孙子 其实他们疼爱 自己的子女 是生过孙子的 他们舍不得 自己的小孩 就是为了工作 然后家庭两边蜡烛烧 然后也舍不得说 自己的女人或媳妇 为了照顾小孩 跟这个社会中断了 因为他们也明白说 他们是过来人嘛 明白说 如果一旦离开职场 要再回去 其实是有困难的 就是想显示 他们自己小孩的负担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新手爸爸妈妈 一定在经济上 或工作上 或者是在经验上都不足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 跳下来帮忙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第二个章节 第二个章节 主要就是一些礼俗篇 我们知道从宝宝出生 可能满月开始 一直到他一岁两岁 他都有一些习俗 这部分 书里面原本是日本的内容 但是我们特别把 台湾的东西加进去 比方说 刚出生的婴儿 他大概要在72小时 就是大概三天 是一个观察期 所以那段时间 产妇是住在医院里面的 黄金72小时 对 他就有提到说 在那段时间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 比方说 台湾人应该要准备一些礼物 叫做送羹 比方说出生满三天以后 又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满月的时候 要准备什么东西 当然还有抓州 我们台湾人都很习惯抓州 我们这里面也有收入到说 抓州代表的任何东西 有什么含义 比方说我们可能就知道说 计算机一定要有 然后笔 冲 这些 那他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在书中有提到 比方说 像计算机 我们就会说 他的含义就是 他以后会当商人或者是会计师 就是比较从商的 拿笔末的就是可能 比较走文字路线 像什么作家之类的 那如果他拿印章的 印章等于官 等于有权有事 对 他可能就是走官 从政这条路之类的 然后还有像听童 这些好像有医生之类的 所以在书里面 我们除了说 会把小朋友从出生 一直到一岁以后的 这段时间的礼书 都带出来的话 我们关于抓州的部分 也单独把那些抓州会用到的物品 稍稍做了一些解释 就是要补充我们台湾的这个习俗 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个章节 第三章节 我个人认为的话 它其实是对于 已经开始在带孩子的 主父母是非常有用的 比方说 当你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当你要带孙子的时候 你要衡量你的体力跟金钱 那体力的部分就是 比方说 会合理一开始就告诉你的孩子 说你可以每天帮他带 你可能先从一个礼拜试带一天 或一个礼拜从一天到三天为止 慢慢增加就对 除此之外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子女 都会觉得给自己的父母带很放心 然后也很正常 很自然而然的会是 不定时的就把小孩往 父母那里送 对 因为他太放心 而且又不用钱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 当然有一些父母可能就是 他们生了小孩之后 就会教小孩太麻烦 他们想过二人世界 所以他们可能就又很习惯的把自己的小孩丢给父母 自己的父母亲养这样 对 而且你要想到一件事 当你如果说你是拖婴中心之类的 你看拖婴中心每个月会跟你收费 然后规矩会讲的轻轻出处 早上几点送来 晚上几点要带走 然后超过时间会收玉石费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于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就应该24小时帮我们带孩子 然后孩子有什么状况 就是往爸爸妈妈那里丢 甚至连小朋友该用到的一些什么尿布奶粉 也都是自己的父母在出 讲说反正不够 他们自己会去买就对了 对 可是在书里面他就提到说 因为太多的子女是有这样子的心态 但他主要也是因为他很信任你 但是身为阿公阿嬷的你 可能就应该要刹车一下 你要适时的告诉他说 你可以带的时间 那当然如果可以最好的话 当然是你们也要像 就像拖婴中心 要自己拧定一个时间啊 费用啊 如果你完全不收费 那至少孩子的尿布钱奶粉钱 基本开销 对 还是应该由孩子的父母自己来承担 其实这样也是在培养 这个小孩自己的一个责任心啊 并不是说我只要负责这个结婚生小孩 然后什么事情都应该让这个 主父母自己来烦恼这样子 因为其实相对主父母到了这个退休年纪 所以过去经济上会比较宽裕 可是即使你宽裕很多条件规矩 还是要先讲清楚 以避免这个一开始这个好来好去 到最后你变成你想拒绝又很难启齿 然后又造成两代的一个冲突这样子 如果你从一开始带很多天 到最后你不想带 那可能又会造成子女不必要的误会 对 就有很多比方说 在照顾的过程中 因为你们教养的内容观念不同 就很容易你可能跟你自己的女儿 或跟媳妇起冲突 那书中也有一些教你可以解决的方法 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说 有一种人叫阿嬷觉得忍 对不对 那阿嬷可能看到宝宝 哎呦他穿的好少 就一直给他加衣服 一直给他加衣服 其实这个在妈妈的眼里是会很生气 那如果是自己的女儿 还比较好 所以会直接说 可是如果是媳妇跟婆婆之间 那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方式 然后就有冲突 摩擦就慢慢产生 就不同家庭的人员组成 就是婆婆 对书中就有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不管是对待女儿 还是对待媳妇 当你们的教养观念有冲突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 比方说提议的方式 或者是用咨询的方式 举例来说 像我们刚刚那个 有一种人叫阿嬷觉得忍好了 那可能如果直接跟他讲说 给宝宝多穿一件衣服 可能那个妈妈就会因为反对而反对 不高兴 因为他觉得不忍 对 那你不如这样子跟他说 你可以跟他说 举一些自己以前失败的经验 比方说 我以前在照顾你的时候 有一次想要带你出门 想说外面天气看起来还好 就帮你穿个短裤短裙出门 结果没想到风一吹 回来你就感冒了 你用一些你自己的失败经验来 引导他 他可能会觉得 我才比较像你这样的 所以他可能自己会 就是主动去帮宝宝加添衣服 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 让他这个比较愿意配合 而不是用指责 或者是直接命令的方式 你怎么不帮他穿 对摩擦也可以降的比较低 好那接下来第四个章节就讲到这个最新的实用资讯 那因为这本书是日本作者 所以书里面当然是日本的这个资讯 所以在最后面的出版社非常贴心 有一个特别收入 就是把我们台湾育婴的相关资源 不管是民间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的资源 都清楚的列出来这样子 那我们在列这个机构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宝宝给保姆带的话 在两岁以前 其实是可以向我们的社会局申请补助的 可是如果是给阿公阿嬷带怎么办呢 其实政府也有一直在推动 就是让阿公阿嬷来 就是去考保姆执照 保姆执照他的整个过程 其实是很劳心劳累 而且对老人家来讲其实负担很大 那我们在里面有找到一个 云宁县政府还蛮特别 云宁县政府 他是主动辅导阿公阿嬷他们去上课 辅导考照就对 对 那你去上 你只要完整的把那一系列推出的 那个育儿的课程上完了 你就有资格照顾你们家的亲孙 然后你还可以领政府给你的补助 但我们这样整个就是查完以后发现 目前就只有云宁县政府有 那其他政府还是必须 你是必须拥有保姆执照才会有的 这个可以提供给就是 家里的媳妇或女已经怀孕了 你准备要开始照顾小孩的 阿公阿嬷的参考 那关于说其他政府后来有没有跟进 像云宁县政府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去社会局 我们在书里面有把各地的一些社会局的资料 也把它详列出来 对水本书面印象很深的是 宝宝的阿公阿嬷跟爷爷奶奶 他们两边对于做满月酒这件事情的观念就差很多 有一家里他们家是还蛮富裕的 所以他们在满月酒上面就是 又是送礼又是摆宴系的 就很澎湃的 对那另外一边会觉得说 他们家的家庭就是没有亲家来的这么的优 所以他们觉得只要自家人自己庆祝就好 他说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专家就可以跳出来讲话说 其实当你的亲家如果是想什么 你就让他去做 他做他的 然后你做你的 顶多就是帮宝宝 你们自己为宝宝另外做一次满月 就属于你们自己的 那他也鼓励阿公阿嬷不要说去 一昧的迎合亲家 但是也不要说一昧的一直拒绝他 其实你里面有很多很委婉的拒绝方式 所以简单方式就是做两遍就对 你们那边做一遍 我们这边做一遍 你们要多豪华你们去做 那我们这边就是亲戚朋友 自己人办一办这样子 没错 其实就跟婚宴一样 有些婚宴也是会请两遍 男生那边请一遍 女生这边请一遍 那你那边要多铺张 你们就去铺张 那我们这边就可能很简单 很简单踏实这样子 因为其实两个人的结合 都是代表两个家庭的一个结合 所以两边的家庭 本来就会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一个成长背景跟因素 所以自然对婚礼怎么办 或者是包括满月酒怎么办 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这个 坐月子的也会有观念的一个差别 对不对 有些人这个 比如说女儿嫁出去 她坐月子 她就比较想要回到娘家坐月子 那你服务家的态度 到底答应或不答应 当然要爽快的答应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些流浪猫流浪狗 当他们怀孕的时候要生产 他们都一定会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一个就是自己安心放心的环境 那你何况是一个人 如果说你的媳妇跟你提出来说 她想要回娘家坐月子 拜托 就爽快的答应她 你让她有个放松的心情 然后安心的环境 这样子她也不会有什么产后忧郁症 像前阵子不是才一个新闻说 宝宝才四个月 她就抱着宝宝跳楼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因为产妇在生产完以后 确实她因为荷蒙的关系 她的情绪波动比较大 除了需要被多关怀以外 也要多被倾听 所以她基本上有什么需求 就满足她 因为其实也就只有那段时间而已 那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些 非常中肯的建议 给一些阿公阿嬷来看 就是有时候在坐月子的过程 或者是在小孩刚出生的过程 有些话真的不要乱讲 不要因为生了一个女儿 你就告诉她说 希望下次可以生个儿子 那这个大家就会有压力 说才刚生完 你马上又希望有儿子这样子 对然后她就会这句话 记在心里面 甚至你去看宝宝的时候 尽量不要说什么 哎呀这宝宝长得好奇怪 或者是怎样 就是宝宝好聪明 再多讲一些正面的话 让妈妈听得舒服 因为你可能无心的一句 宝宝好奇怪 因为每个婴儿长出生出来 都很奇怪 做巴巴的 无心的一句话 可能就会让妈妈 一直记在心里面 而且即使你是阿公阿嬷 你要抱孙子孙女 还是要看一下 她的父母亲的脸色 对不对 你不能够 一看到很可爱就去抱 因为可能这个小婴儿 或许她抵抗力比较差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自己 是不是要先洗手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 她现在这个状态 适不适合 或者是小婴儿 本来已经很想睡觉 你抱了之后 万一她不想睡 就在哭闹这样子 对 而且你在抱之前 即便对方是你的女儿 就是觉得阿公阿嬷们 也应该要先问问看妈妈 要尊重 对你要问 然后如果妈妈答应让你抱 那你抱之后 这要真的要提醒 就是你在抱宝宝的时候 就尽量用坐下来的方式 不要站着抱 对你站着其实在产妇的眼里 其实很紧张 因为不晓得你会不会 等一下手滑或跌倒之类的 那真的是 六臭 对很危险 所以第一 你要问过爸爸妈妈 第二 你就是抱的时候 一定要做 还有点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先洗过手 之类才能去抱 不要说一进来 问过 然后就直接这样抱起来 这样也会让产妇 或爸爸妈妈 就很不舒服 那其实还有个重点 就是里面有讲到 育儿的经跟习 就是过去对的 可是到了现在看 可能就是错的 包括在里面 有讲到说趴岁 原来有一段时间 是流行这个趴岁 这个理论 让小孩子趴着睡 流行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头型好看 然后趴岁的 而且趴岁宝宝 确实他睡的是比较稳 可是趴岁同样的 经过我们这样 几十年的一些医学研究 又发觉到 趴岁很容易造成宝宝窒息 所以医生们现在都在推 要养睡 而且你会养睡 即便你是养睡 你的他的头的周围 也不要摆什么娃娃 或者布之类 因为这样还是很容易 造成宝宝窒息 除了窒息 可能还会有过敏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娃娃其实无形中 都有着毛絮 一直在空中飘 那另外一个 这个惊喜的对比 就是育儿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小孩 在哭闹的时候 我们会故意让他哭 或闹久一点 不要马上去抱他 因为马上去抱他 可能就会造成 他很习惯 用这个方式来讨爱 那到了现在 看这个方法就不对了 在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 我们比较鼓励的是 宝宝一哭 你就要立刻去抱 马上抱 对 然后安抚他 甚至让他吸引你的乳头 那这样的话 这些一点串的动作 看起来没有什么 其实他是在 让宝宝有安全感 那以前那种说法是说 你让宝宝一哭就抱 会养成他依赖的习惯 可是宝宝 他不会讲话 他就是透过哭 来表达他的需求 他就是需要人家 关心他 人家爱他 想要疼他 而且孩子在这段期间 多拥抱他 多安抚他 其实你对他日后成长的一些 对于安全感的部分 可以建立他的安全感 这样我就想到 还有一种状况是 以前我们都会讲 一句台语叫 就是随便吃 吃久这样才有抵抗力 可是现在也不行 那我觉得 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那就是因为 以前没有这么多 化学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以前很多东西 都是天然的 那即使你在地上 吃到一些土 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现在地上可能有 农药 什么化学成分 或者是环境荷尔蒙 什么的 所以现在的环境 就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而且你看以前我们 小朋友如果走出家门 可能就脱了鞋子 自己在马路上跑来跑 就甚至在乡间 踩着土 这样跑来跑 现在不行 现在你出去 可能就是 人家脚会受伤 或者是说 你到土里面 像刚刚讲的 现在农作物 用了很多的农药 就你可能导致 你自己精疲毒 然后中毒之类的 好那最后 何巧帮我们总结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 我们非常推荐 就是已经要准备 成为阿公阿嬷的 祖父母们 因为那里面除了 像刚刚提到 有一些着式经费的 一些推荐建议以外 它里面还有针对于说 你从你要当祖父母了 然后到你的孙子 已经出生了 然后你跟你的儿子女儿 媳妇之间的一些关系 怎样去磨合 然后还有教你一些 讲话的技术 因为其实里多人不怪 书中有提供你 很多一些讲话技术 跟你一些 送你的小技巧 这样让你跟你的亲家 跟你的儿子女儿之间 也可以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这本书强调的是说 你看着他 你就是女儿放心 媳妇安心 儿子贴心 女婿孝心 然后亲家也自在 另外的话 我们这本书在编辑过程中 我们有查到 在台湾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台湾可能只知道 亲子馆 就是父母跟孩子去 可是我们找到说 在台湾有一第一座 祖孙馆 祖孙亲子馆 他在基隆 在基隆的调和街那边 所以如果说你是 带孙子的阿公阿嬷的话 推荐你可以带着 你的孙子到那边去 享受一下你们的 祖孙时光 最后的话 因为我们在书里面 收录一些 儿童福利机构的 咨询机构查询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说 我们刚刚节目里面提到说 你要怎样去申请补助 然后小朋友在几岁 可以申请什么 其实你可以透过 1957的福利咨询专线 甚至于说 你如果要找临时的托育 临时的保姆什么的 都可以透过 这个1957的专线 去寻求协助 好今天非常谢谢 新自然主义的编辑 和强为大家介绍这个爱孙宝典 这个日本知名的家庭之上师 公本珍祭祠所编著 好谢谢